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沛星是最好的 在心里已经没有办法有别人甚至是自己去替代她了 她说哇塞你知道我看到她照片的时候 我心就一揪就觉得好感动了 她是不知道你可以问她 她是不知道的 她跟张婉森说一句我喜欢你 哈喽神剧亮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嘉宁 林北星是我权势角色里面最可爱的吧 她穿越回去很多次 但是她已经是30岁的女生 我有看评论也有说北京很可爱 但她确实回去的时候是一个很单纯的状态 不像是一个28、9岁的女生 她一直是付出型人格 所以我觉得她还挺可爱的 为了心情有没有做特别的设计啊 比如她说话的语气 比如我对嘎子 我说那个我叫你生嘎子 你叫我生星姐 我会刻意的在后面回到高中的时候 演的稍微强势一些 不是那种很可爱的女生 但是又不能让她穿上这个校服很突兀 就是可能长那个中间 只让大家也觉得很舒服 大家也没有发现星期喜欢 就是那个抱胸在前面 因为我觉得她应该跟其他高中女生有个区别是 她回来这儿她一定是什么事情都汹涌成足的 一定会有那种小大人的感觉 所以我就经常抱着心 我觉得林北欣拿的是男生的剧本 真的她真的非常主 她很像一个男生 张万森像一个女生 就是我们俩剧本感觉拿反了 大家都说你的演艺对星星加成了很多 你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 确实是因为我演 演了这个角色 她呈现出这个样子 只能说这是张嘉宁的林北欣 但是因为是我演的 所以肯定是先入为主嘛 大家喜欢我 我也挺开心的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 一颗星星最有共鸣感的瞬间是什么呀 最初其实比较多小细节吧 比如说我再回去看到张万森 他不认识我 但我就跟他打招呼 虽然我笑得很开心 但我就心里很难受 成长吧 他其实从头到最后 他是一个成长 开始努力工作 有自己的梦想 然后不再是只会逃避 其实一开始林北欣赋 回到那个过去 就是为了逃避嘛 就是在我看的 所以就是跟着他一起成长吧 然后还有共鸣呢 就是对张万森 我觉得每一个女生 在高中时期 甚至说这一辈子 都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情世 在身边守护着吧 如果你也可以去到平行时空 会比星星做得更好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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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北欣是最好的 在心里已经没有办法 有别人 甚至是自己去替代他了 因为其实当时他们找我演这个角色 也就是因为觉得 我跟这个人相似度很高 所以其实如果我回去 我跟他也差不了多少 他拥有了一部 我想随时回去的手机 我很可惜 最近我没有在校园恋爱 没有那个张万森 所以我回去可能最想做的 就是密布一下 对我就是最重要的人 然后跟他吃个大餐 好好聊聊天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跟张万森说一句 我喜欢你 不不不 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我回到过去的话 我会告诉那个时候的 我要开始解肥了 要不然以后解肥太痛苦了 你喜欢现在的结局吗 挺略的 真的真的挺牛 我自己真的哭的不行 第一次看他们出检 我已经哭的不行了 挺好看 我自己也觉得好看 我更容易进入他们的感情 就是更容易感同身受 因为毕竟自己演的嘛 比如说那场雨戏 我牵上他的手走 然后我就再又见到他 然后我就会夹杂的一些 自己亲身经历的雨戏 再加上那个时候 跟着林北欣的感情走 然后就会哭的比你们更厉害 其实对我来说 这个结局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林北欣她成长了 还有我因为这部戏也成长了很多 就是这个挺重要的 而且看完了以后哭 哭得很开心 虽然流眼泪了 我就不知道大家没有跟我一样的 就是看完了还挺开心的 在剧中你觉得自己的感情 达到风驰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是那场我拒绝她 我在海边跟她说 我不需要 然后就在吼那场戏 看着我好难受呀 那场戏 我们两个都拍了两三遍吧 因为那场戏蛮重要的 我还是希望那场戏有一点情绪在 可是因为风驰 但我们两个睁眼 其实都是有困难的 更别说就是流眼泪或者什么的 所以那场戏 整场戏的状态 都是让自己就 比较当的那种 那场戏就是希望自己可以 安静一下 那有没有被甜到治愈的戏份呢 表白那场放气球啊 还有我们两个拍大头贴那场戏啊 还有我给她写红服那场戏 都挺粉红泡泡的 还有我第一次跟她做同桌 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意外惊喜呢 那场戏撕掉 申请书不是留一张照片吗 那场戏真的是 剧本上也没有任何提示 但我把它撕掉以后 我在撕的过程中看到了她的照片 我就觉得如果是林北欣的话 她不会舍得把张万森的照片撕掉 所以在撕掉以后我留着 这个事情是在拍摄前期 去处孝不知道的 当我拍摄的时候 我留着这个照片给她看的时候 她也愣在那儿 然后完了以后她说 哇塞 你知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心就 就一揪就觉得 哎呀 好感动了 我说对呀 我说我 我觉得我可能没舍得 把这张照片给撕掉 嗯 她是不知道 你可以问她 她是不知道的 她也就觉得还挺惊喜 拍摄的时候 之前是没有什么 走戏的时候没有碰撞出来 但是真的在拍的时候 就会出现了东西 就不如这个照片的痴情 对于从心姐到女儿称呼的转变 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呀 为啥叫我女儿 我也想知道 为啥 叫心姐我是大概理解 女儿我有点不太理解 女儿 他们会叫我女儿 对不对 我看到 但其实我也想知道是为啥 其实我看到最多的 就是他们问我为什么 看上去就是很像高中生 然后大家都因为这个 所以叫我女儿 是不是 但是这个真的不是我 故意去设计的 我生活中其实就是这样 只不过 星星可能是跟我贴合度 更高一点的角色吧 如蓝也贴合度蛮高的 我就可能生活中是那种 美心美肺的女孩 据迷们都说想看如蓝哭 不舍得星星哭 你知道吗 哎呦 哈哈 如蓝哭的搞笑是什么 为什么呢 这个我也理解不了 可能是星星确实是挺悲催的 我觉得星星挺可怜的 还是到最后都没有 就是跟他这个一直守护他的骑士在一起 是不是可怜呢 连一句我喜欢你都听不到 接近的手机里还有库存的合照呢 我的手机里没有库存 他的那个手机是 诺基亚可以拍彩照的那个 反正我当时倒不出来 就没有库存 但是他刚要发之前还跟我说 说我要发这个照片 我看到说 天哪你怎么有留这样的照片 太难得了 还挺挺惊喜的 觉得 哎呀 很多的回忆 对啊 那里面还有我一张 那我们俩当时弄了好久 才拍下来的照片 因为 很慢 然后又很难 拔出来 因为他要以 财心的形式拔出来吧 你有没有对星星这个角色想说的话呀 贴贴 呵呵 现在哪不 姐姐我要一个贴贴 抱抱你 前天节福利大放送 星星的自拍拍 如何每周三准时盖客神剧上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企业PP搜索神剧亮了官方一键订阅 或小鸟儿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透 追剧不再layback 爱奇艺电视剧微信公众号